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TAKESI的奇異光影世界 如果問大家說關於就是冷戰時期的電影 大家會相當的一些 就是關於描述那段歷史的電影 那其實今天呢,其實要去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日本前首相那個中貞庚的在東京郊外的別墅 那可能很多華人的朋友 其實可能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 就是關於這位日本前首相 可是你要是提到說跟他同期的一些就是 國家元首的話就非常熟悉了 像是美國的前總統里根啊 像是韓國的前總統全董官 然後包括那個前蘇聯的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強夫 那他都是跟中貞庚是同一時期的這個國家元首 那更重要的是其實在 基本上中貞庚他是推動了整個戰後的日本的那個政治 就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定位 包括跟其實那個時候跟美國的關係還沒有這麼的那個好 其實基本上就忠誠跟在推進整個世界 所以今天呢就是去參觀他在東京郊外的這個故事 所以同時呢就是去讓我會聯想到很多關於那個時期的電影 所以是一邊去看 那因為在那個他的那個東京 就現在我們要去的這個東京郊外的這個別墅呢 他其實接待了很多來日訪問的 他自己可能是以個人的就是怎麼講 私底下的這個招待 有邀請他們去到他在東京郊外的這個別墅 像是里根總統 那就OK就是最壯的三位人啦 最壯的三位 就很多很多就是包括那個駐日大使啊包括其他的 很多都有去過他這個在東京郊外的這個別墅 但是最有名的就是三位 一個就是美國總統里根 那前東統里根還有就是韓國的前首相全泰煥 還有就是前蘇聯這個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這三位是最有名的 就是去到他這個東京郊外別墅的三位國家前元首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去這個地方去看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到了這個停車場的位置喔 我們現在就這樣走過去喔 非常幽靜的一個地方 就是當年有這麼多就是國家元首啊 就是受中增根的邀請啊 前首相中增根的邀請來這個地方 那基本上就是一條就是非常幽靜的 呃 林營小道走上去 其實這是我第二次來了 那第一次呢 其實天氣蠻不好是陰天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天氣特別好的禮拜天 所以又特意就是專門走過來 那基本上就是沿著這條路往上走 就可以到他的那個別墅的地方 那看在靜大門這個地方就是有一張就是 中正跟前首相跟米根總統他們的合影喔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還有一些就是紀念的書籍可以買 其實東西很少啊 就是一些他的書籍啊 包括就是以前洗的一些 就是關於紀念的一些就是照片啊 它呈列在這裡 就是紅葉啊 然後櫻花樹啊 所以其實春天或者是那個 怎麼講 秋天來的時候都非常的漂亮 那走進來以後呢 這邊就是他的一個主大地 就是當時那個接待 就是當時那個接待 李根總統他們的地方 那可以看到桃花 啊 這邊是早櫻啦 已經都開了一部分 那這邊就是 那這邊就是 接待的主要的地方 然後這邊呢 打開以後就可以 可以看到這就是當時 李根總統前總統啊 跟中貞跟前首相 在這邊喝茶 然後聊天的地方 那可以看到這個照片呢 就是當時拍攝的流影喔 那那張桌子呢 大家可以看這個桌子 其實還在這邊 就是跟當年的他們 使用這個桌子是一樣的 所以剛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 來訪客中啊 就是來中貞跟這個 東京教會別墅 來訪中的第一位最有名的 就是 美國前總統李根啊 所以剛才跟大家展示 他們當時在這個 就在這個房間裡面 喝茶 那 其實提到李根 前總統啊 我覺得 對於他 那個 怎麼講 就是 政治性格來講 可能最 或叫做政治遺產 最重要來講 可能就推動了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 東西德的統一 還有一個就是 蘇聯的階級 那當然我們還會提到 個人報章說 所以這裡就 重點是講一下 那個東西德這個部分喔 那 李根總統是在1989年 那 東西德的統一生 1989年 所以其實不是出現了他任命 但是是他整個推動了整個 就是 東西就是 推倒柏林牆的這個 最主要的一股力量 那我覺得當時他1987年的時候呢 他當時就發表了一個非常有名的演講 大家可以去找來看一下 他當時講的一句 講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就是 Tear Down的我 就是關於就是要推倒 翻譯過來就推倒這堵牆了 就是講柏林牆 那 那講到柏林牆 推倒柏林牆 講到那個東西德的統一 不得不提到一部作品 我非常喜歡你的作品 再見 練 那這部電影裡呢 他其實主要就是 呃 怎麼講 就是 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 普通人的角度去看 當時這個東西的 柏林牆被推倒以後 整個東西的生活的巨變 然後 當時那個 東西的統一以後 的首任 那個 德國總理還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 就是 那個 是 你跟總統 完成了這個 世紀的 就是 這個 這個歷史的推進 就是 反正就是 當時 李登總統是 整個就是在 推進這件事情上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實那個 那這部 我們講 扯遠了 拉回來 就是關於這部電影的話呢 其實劇情的話 我就不贅述 大家可以找來看一下 非常好的一部電影 當時在 那個 柏林電影節上 是 拿到了最佳 歐洲電影獎 然後再 提名了 美國的 金球獎 金球獎的最佳外語片 所以 電影拍得非常的好 那我這裡 唯一要提一下的 就是他的這個 男主角 那個 這個大家 還有 有沒有覺得很眼熟 他男主角 對 那個男主角 首先我要講一下 這個男主角的名字 非常的長 叫做 丹尼爾 凱撒馬丁布爾 《鋼撒內斯多明格》 是不是很長 我不知道德國人名字 是不是那麼長 我在想說如果 他家人要誰 他朋友跟他吵架 然後 念完他的名字 我想介紹一半的吧 就是 他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演說 他其實 被廣為人知的 並不是這部電影 他被廣為人知的 影視那部 他曾經出現在那個 MARF 那個漫威電影裡面 就是那個 Captain American 那個Civil War 就是那個 美國隊長內戰的那部電影裡面的 幕後黑手 就是他 大家還有印象嗎 看一下 你應該要看這個小臉 就試一下 好嗎 我去打算 我愛你 我已經死了 我整理你 我都死了 那些人 我已經死了 你怎麼死了 我怎麼死了 我沒有死了 我不是死了 我沒有死了 我就是 我都想死了 我都想死了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那个优秀的一个德国演员 那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部电影就是当时是讲述了 这个整个那个东西德在统一之前和统一之后 发生对于普通人的影响 那最好笑的就是这个电影的最后 他们一家人做了一件就是连东德和西德都不能接受 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 然后就是对万一这部电影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